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防御上的一个不足 下面最大的评论就是说 我在一个美国的一个医护工作者 当美国有100万人死于新冠的时候 我有什么样的权利 或者有什么样的能力来帮助中国 那么我要想和大家谈论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 关于美国100万的死亡 第一个大家应该很清楚 中国和美国在统计新冠的死亡确诊上面是有区别的 这个没有对错 这个只是不同的标准 每个国家可以制定自己的标准 我不认为有什么 但是你不能把一个苹果和一个橘子进行对比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有些时候得不出一个非常好的理性的一个医学的答案 第二个 你们要知道 对美国确实有这么多人的死亡 这么多人的死亡 同时也积累了很大的一个防疫的一个经验 这些经验是不是值得上海 趁着于中国整个国家进行一个借鉴 我觉得有时有这个必要的 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别人跌下去的坑的地方 重新再踩一下这个坑呢 如果我们已经发现了这是一个坑的话 上海 中国完全可以唠开它 我们完全可以把别人失败的经验 总结一下唠开这些错误 这有何不可能 是不是 第三个问题 就是说美国的一个 整个的人的一个状况是不一样的 美国政府的概念就是说 我把疫苗药物弄出来了 我放在那边 你要用就用 不要用 这是你自己事情 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政府有政府的责任 你有你自己的责任 这两者之间没有强迫性 你应该有自己的选择 这是美国的一个人们的一个环境来的 和中国不一样 所以说美国你现在看 疫苗注射才65% 死亡的大批例数都是未注射疫苗的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实来的 那么你说这个是什么东西错了 什么东西对了 我不知道 每个人 我现在也是这样子认为 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权 就这么一样一个情况 好了 这个问题我已经谈过了 如果你们下面还是这句话 同一个问题 是美国死了一百万人 为什么你还在这里说 那么我就不回复了 我现在只是把我看到的 总结出来的东西和上海分享 愿意听的听 不愿意听的 再见 好 那么关于上海至今为止 大家一直在问我 上海为什么到现在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上海人民受了这么大的一些痛苦 为什么还没有清零 我看了上海所有的防疫的措施 我看下来说 我真的不清楚 上海到底是在想清零呢 还是想引发大规模的一个爆发 我看到现在所做的很多措施 并不是在清零 而是在诱发下一次的爆发 为什么我这样说 OK 有些人说 你是不是用欧美的标准来要求中国了 好 我今天一丁点都不用欧美的标准 我用另外一个东西的标准 什么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 我要知道世界卫生组织 中国是当中的一个成员国 而且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员国来的 它里面所发布的东西 一定要通过中国的专家们 认可它在发布的 特别中文的里面的东西 所以它里面的一些的文件 什么的符合中国的情况 符合中国的医疗的标准 我相信这点大家没有什么疑问 如果这方面有疑问的话 也是同样 你可以关闭 不用看了 核酸测词 这是新华社福部的核酸测词照片 我一看的话 我大吃一惊 我说这个不是核酸测试 这是一个潜伏性的大爆发 新冠到底怎么样在能带人传播的 世界卫生组织这样说的 它是通过呼吸液滴和气溶胶 然后在通风不良或者拥挤的室内 环境中传播的 那么本来如果说这栋楼里面有一个人被感染了 他把自己锁在自己的家里面 不会传染给其他人 因为封闭了 不会传染给其他人 但是下面有一个人 某某楼的全部下来做核酸测试 好 大家每家每户都出来了 通过走廊 通过走道 通过楼梯 都过电梯 跑到一楼 这些地方全部都是密封空间 你哪怕戴着口罩之类的 因为你们看好了 大部分的人戴着口罩 我看过了 都是这种手术口罩 手术口罩 对于奥米克隆 奥米克隆的保护性不高 在这种密封环境当中的话 只要有一个 就有很大的可能性 在这个楼层里面 进行一次传播 然后在下面排队 你看这样排队的一个症状 在室外 我知道是室外 室外这种排队 室外如果说两个人是擦肩而过 就是一个朝这个方向 一个朝那个方向 相反方向的话 那么只是短短的接触 不会太大 举个例子说吧 像这条道路里面 这一位和这一位 被感染的机会很小 因为他不在同一条 同行线上面的 而如果这条线上面的 有一个人是被感染的 后面的人就非常危险 因为他如果 呼吸重一点点的话 把这个口罩的旁边 给吹开的话 有点期末出来的话 他就很大的可能 感染到后面 特别像这种 坐轮椅的老人家 很容易被感染到 所以这个 并不是在检测核酸 这个就是变成一个 集中性的传播点 在美国你们说 我们不做核酸测试 也做 我们做核酸测试是什么 是开车来做的 一辆车开进来 就坐在车里面 我们走上去 把它做一个核酸测试 开车就走了 所以他根本就不可能 和后面那辆车 有直接的接触 里面的人员 怎么接触 我们不允许任何人下车 而且你们要知道 病毒的传播 这变成很清楚 就是通过眼 鼻 口 口罩遮住了鼻和口 遮住眼睛没有 没有 你看 这条队伍里面 多少人没有戴眼睛 所以说 这个检浓胶 如果存在的话 在这条道路上 存在的话 很多人 哪怕口罩戴得再好 戴M95口罩 或者KM95口罩 都有可能通过眼睛 可以传播进去了 所以说 我在上海 如果你们有条件的话 除了口罩之外 你们还要准备一样东西 就是一个防护面具 就像一个 他们用的防护面具 或者防护眼镜 很要紧 他被出来做测试的时候 因为我很喜欢 那个防护的面具 并不说防护面具 是密封的 并不是这个意思 防护的面具 是把脸前面给造起来 第一 有人当面和你说话的时候 如果那个测试人员 或者大面和床 那个飞沫 也是碰在那个塑料板上面 第二个原因 由于这块塑料板 手我们说的是 永远是最大的一个传染源来的 你手上如果碰到了病毒 然后不小心碰到了嘴 鼻 眼睛的话 那病毒就会进去 很多时候是下意识的 自己不知道 举个例子说 不知道摸了一下脸 不知道 扶了一下眼睛 不知道 戳了一下鼻子 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我们习惯了 我们有些时候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中摸自己的脸部 这会产生了 但是当你前面有一个防护膜的话 你每次想做这个动作 你现在第一个会碰到的 就是那块塑料膜 就是防护膜 好 那你就告诉自己 不应该碰 不能碰 或者说你的手一定要清洁过之后 才能碰 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忠告 所以说你们如果出去做核酸测试 不得不做的话 最好戴一个防护面具 面罩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核酸测试 和世界卫生组织所宣布的 CDC 那不是CDC COVID那个传播的途径 是相反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问题 清洁消毒 大家可能看到了这个 很多公共场所 大面积的喷洒消毒液 家里有新冠患者 我跑上来很大一批 我哗把你家里喷了 一塌糊涂 感觉很干净 很舒服 很了不起 很错误 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说过了 怎么样消毒 他里面说了很建议 不建议在室内 向物体表面 例行喷洒消毒液 为什么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因为病毒的颗粒 很小很小 病毒的颗粒 大概多少大小 如果我现在把全世界 所有的新冠病毒 全部集中在一起来 放在一起的话 他的体积 大概就一个啤酒瓶这么大 这就是多小的一个新冠病毒 当这么小的一个新冠病毒 你这个喷雾器喷出来的那个颗粒 对于这个病毒来说的话 它们两者之间的距离是很大的 它完全可以在那个灰尘当中 就是间隙当中生存下来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病毒因为很小 这些座椅板凳地板上 它保证会有一些灰尘 它这个灰尘如果在上面的话 那个病毒因为很小很小 一颗小小的灰尘下面 可以有成千上万病毒在里面 你如果喷了消毒液的话 那个消毒液可以遮盖在 那个灰尘上面 但是它无法接触到下面的病毒 等这个消毒液挥发掉了 那个病毒又出来了 一点效果都没有 那么怎么样正确的去消毒 你说了应该用 经过消毒液的抹布和湿布擦 擦这个动作才是最主要的 当你擦的时候 这个灰尘就可以擦掉了 下面的病毒就被暴露出来了 可以接触到消毒液了 这才是正确的一个消毒方式 所以跑到人家家里 就哗洒了一大批的那个消毒液 或者在方舱里面大规模的消毒液 有效果吗 可能有一点 绝对不大 这个不科学 因为他们 他们用人类的眼光 去看这个消毒液 好像这个消毒液的密度很大 但是从病毒的角度来说 这个消毒液的密度很小 空隙很大 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区别 因为体积与决定 这两者之间的不同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 大白白衣服 防护服 大家学习你看 全世界不穿防护服 只有中国穿防护服 我们中国的生产能力很强 对 我成了 没有问题 但是这样穿防护服的话 我不知道它在防护什么 这个穿防护服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传染源来的 一般的医院里面穿防护服怎么样穿的 那时候武汉做的很好 武汉那时候我看过一个视频 武汉的护士怎么样穿防护服的 我说这个是很正规很正确的 而上海这种穿防护服是完全是胡搞 这个是一个病房来的 如果说新冠患者住在这间房间里面 我们要进入这个房间 这外面走道 先要进入当中的一个缓冲房 缓冲房里面 在这间房间里面 我们穿上防护服 我们开始穿防护服 洗手 戴手套 戴好面罩 然后再看第二扇门 第一扇门必须关闭 第二扇门 然后我们进入这间房间 帮这个患者进行诊断 进行治疗 然后做完之后 我们出来之后 又在这个缓冲房里面 我们要把这个防护服脱掉 手套脱掉 洗手 再把口罩脱掉 换上新的口罩 然后再走出这个房间 而且这些房间 我上次做过了 这些房间都是负压房 它气体 抽的方向 是朝一个同一个方向抽的 抽到外面去的 里面有过滤网的 负压房来的 而 现在这个情况 举个例子说 这位孩子不小心 是甘染了新冠 在做这个核酸测试的时候 它有很大的可能性 由于不舒服 咳一下 一咳的话 这个飞沫 就会站到那个袖子 手套上面 就站在这个部位 甚至于它的面罩 而这位 而这位 穿白衣服的 他在做下面一个 哪怕他把手套给换掉了 袖子上面 或者其他上面 包括这个桌面上面的病毒 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传染源 传给下面一个 而且这一位 他回到家的时候 或者到提案 换衣服的时候 由于他换衣服的地方 并不是负压的 他把这个衣服脱下来 口罩脱下来的 一刹那之间 他身上的那些病毒 就有可能通过 笔腔和口腔进入到了 所以说 关于这个防腐服事件 卫生组织 没有任何建议 因为没有人用 他说带了一个是手套 他说手套戴手套 并不是有效的 无效的 为什么 因为你戴了那个手套之后 感觉上面 你是保护了自己的手 但是你要碰到病毒 照样碰到病毒 你这个上面的病毒 如果你不小心碰到自己的脸 刚才我说 碰到自己的脸 你照样可以把病毒 传到自己的脸上 嘴上 鼻上 还是同样的问题 手套只是给了你一种 某种安全感 但是一种错误的 一种安全感 它并没有一个 真正的保护作用 防腐服 也是同样 防腐服 必须要配套 这种设施 才是最好的作用 如果穿着这种白衣服 到外面 逛来逛去 晃来晃去 做一个 做一个 这怎么 治安 保护 什么东西 这个不但没有保护作用 反而变成了一个 因为它感觉很安全 所以它可以有一点肆无忌惮 就好像 自己练成了 金中造 铁布衫 百毒不清的一种感觉 它在很多的 做事上面 它可能小心程度少了很多 它一旦碰到了新冠患者的话 就变成了传染给下一位的一个 很可能的途径 那么有些人说 我们见了方苍 方苍把有病毒的人全部放在一起了 不是很好吗 我也见过方苍的同样 对 他们是关在里面了 但是病毒刚才说了很小很小 你把这些患者移到了某一个地方去的话 你不担心在当地会爆发吗 当地的志愿者 很多都在当地生活的人 或者是调过去的人 他们也需要普通的生活 他们离开方苍的时候 如果一旦消毒不完全的话 他们就是穿着这种白衣服 变成一个超级穿破者 所以说 现在这个几个 这很多人眼里变成一个很好的防疫措施 在我的眼里面破洞百出 而且完全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的意见 而世界卫生组织这些专家 用中国的专家也就是中国的专家 所以我不懂中国的专家现在在哪里 为什么没有人对这番东西提出质疑 为什么没有人提出来 如果说在听我这些人的那些医护专家里面 如果你们认为我说的东西错的话 你们拿出证据出来 拿出数据出来 我愿意在这里和你们做一次 开放性的辩论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今天做的这些东西 是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很多年大家积累的经验 而得出来的 我觉得没有错 如果现在照现在这样的方向 持续下去的话 只是能让上海的居民受不必要的痛苦 而对防疫根本没有多大的帮助 这是我想说的 好了 谢谢大家 我希望上海能早日走出这个疫情的阴影 恢复正常的生活 上海 受苦了